來跟大家講講我紅蝶天賦為什麼我這樣點哈 因為很多人都會在留言區問我說我紅蝶天賦怎麼點的 首先一刀嘛 明刀就不用講了一刀就明 然後因為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個人還蠻怕被砸板 所以我就點了兩個憤怒 一個困獸之鬥 有沒有這樣子 因為紅蝶刀那麼短真的還蠻容易被砸板的 然後又很容易插那接板 所以我就很怕遇到一些咒術啊什麼的那些前鋒那些的啊 然後我懶得在那邊 什麼 就是有些人他們同一個鬼會有兩種不同的天賦什麼的 我就很懶我就是 一隻鬼一種天賦這樣子 上面我不能沒有彩板加速 所以我一定會點兩點這樣子 那為什麼這個沒點呢 這一開始我也有點可是後來發現 我就對我來說啊對我來說這個沒什麼用這樣 所以我就嗯 然後比較讓詹音應該應該是右下角這兩個吧 拘禁狂 就是 起碼一點一定要點的 一點也注意讓他們有一點點壓力這樣子 至於這個拒潛的話就是 有看過以前影片都知道 很多球員都喜歡倒在那種就是 故意倒在你椅子很遠很遠的地方 然後就是讓你掛不上去 然後永遠就是 輪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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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無腦無腦的這樣掙扎下來這樣子 有些很多人都會點掙扎加速 就像前鋒那一種的 或是倒在拒控場最裡面的話 就是根本就掛不上這樣子 所以到後來 我就學聰明了 我就點了這個拒潛這樣子 之後就比較少有掙扎下來這個問題了 這樣 好這樣子我的天賦也就是這樣子了 了解了嗎 這樣子就終極天賦一刀點一個而已 所以 底牌的話是 紅蝶他是帶不得的這樣子 底牌的話 紅蝶比較難帶這樣子 因為他很需要我所有這些 彩板加速啦 憤怒啊 或者是些拘禁狂 這些都是紅蝶滿需要的 欸 靠北啊 靠北啊